大家好 我是陈彤彤彤 现在我要去医院给我妈送饭去 然后在奶奶家拿了一些饭 因为我妈就是不舒服嘛 她就只能喝点稀饭 家里没有煮 我现在要去给她打包一点 然后带到医院去 我们家这边啊还不是很好找 卖稀饭的 还要走两条街才有 然后上个视频嘛 就说我妈不明情况的发烧了那么多天 然后很多朋友给了解疑嘛 就说我很想死掉了 说的大白痴的症状 后头我们问了医生 因为住了月嘛 住了月 检查了两天 检查了很多项 都是正常的 医生就说我困了那就是吧 但是在坐铁边上 他要好地点了 他就说要一度公渡 上去吃车车 这个吃月车车 坐铁边就开始上铺下铁 又开始发高烧 现在我打了个车 再等车来去医院了 我下车了 现在要进去了 在三号楼里面 我左手现在完全酸痛了 太重了拿东西太多了 还有滴点液体了 你这酥的是啥子 进口哟 十倍多块钱一大全自肥 全自肥十倍多块钱一大 自肥就自肥一下 这是啥子的吗 推烧的吗 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抗生素 抗生素 不晓得这个鸡不晓得 白边给弄好了 你咋不想吃 你要再把西饭吃 先吃香 把黄花排骨 下肠 鹌 鹌 鲨 鲨 鲨 吃 蓝鲨 做哪些煎菜呢 他可能找出面子 这个是汤 但我奶奶炖的有点油 我奶奶最需要吃人的油汤汤了 今天还做煎菜没有呢 今天做煎菜没有 昨晚上稍稍了今天早上 40度然后抽了很多血 抽了4块血 做啥子煎菜呢 我不晓得抽血做啥 检查 好久出结果吗 不晓得 然后熟了 昨晚上熟了熟了就很炸 医生还是觉得 走慢慢的看 你吃的 不吃 你这半个没吃吗 他有了 这个不想吃 晚上那个 晚上跟他一起吃的 这个时候不吃了